大家好 我是大木哥 你知道嗎 取一串硝南手抓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多困難啊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啊 在我們在選用這種硝南切割出來的這種硝南樹桶 是非常非常難挑選說它好與壞 以及它的紋路 那我們在這樣看肉眼這樣還沒去切的時候 它完全都看不出來它的紋路以及它的花色 那我們就要一個一個慢慢挑 除了這種可能會有一些的凹洞 我們可以把它挑選出來 或者是這種明顯的裂痕可以挑選出來 那其餘其實我們這樣用肉眼去辨別的話 其實根本看不太出來 這是我們台灣最重要最緊急的硝南鋪頭的材料 今天要帶大家去操作 如何取出一個硝南手珠出來 我們一起去看 這是我們先前師傅切割下來的硝頭材料 那我們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先第一步驟 來 先開燈 挑選適宜的材料 這六塊手珠的切割下來是我從中挑選出來的 那像這種材料切出來的紋路 是直紋的紋路 那第二塊它切下來的紋路 會比較像是這種山形的紋路 那第三塊是比較接近硝頭 樹深的位置 它紋路會呈現這種比較花的部位 就會像這樣的紋路 那我們分類好木塊之後呢 會用筆來標記這個位置 再來進行打孔的動作 這就是我們對紋的方式 來 下一步 水磨 首先我們會進行 粗杯 把方塊撞的木頭 水磨成圓形的木頭 粗杯的步驟結束之後 會換這個叫做鑽石砂輪片 把它換成較細的番數 在製作過程中 如果遇到油脂較高的部位 或是質地 中間的水磨的砂盤 會因為卡油或卡穴 導致加工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去加工 水磨完畢後 要等它晾乾 好 晾乾完畢後 我們才可以去鑽孔的動作 所以其實在車索座的過程中 工序非常的複雜 沒辦法單天製作 單天就能完成 這是要鑽它的磚孔嗎 對 磚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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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要打動的 第三步驟就是 我們要拋光 那在我們剛剛 前面水磨的過程中 很難去辨別說 到底有沒有裂 像這一塊 看似非常完整 但是我們要拋光完後 我們才會知道它有沒有裂 我們來拋光 換一個番數 磨越細 它的裂的機會會越高 這邊 這樣就是NG瓶 這就是我們取消男手術的過程 那有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都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有興趣想購買的朋友們 都可以在我們下方連結去購買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